在還沒有開始點火以前 這個十人金剛 它就有下降了 其實那個時候 其實它已經有來了 就已經享受了所有供養 那時候就應該要趕快 趕快結束就可以了 真正作物喔 這種天氣作物喔 外面下大雨 身體裡面下小雨 希望等一下有時間 去沖涼一下 實在真的像烤香腸 以前也從來沒有這麼熱過吧 熱 Temperature 老天啊 它 永遠不會讓人滿意的 這個下雨很不方便 陰天 又太憂鬱 這個 下雪 又太冷 像這種天氣又太熱 什麼天才是好天 我們也只能夠這樣子想 我們也只能夠這樣子想 像今天這個樣子 像師尊這樣子做火供 我們也要跟火合一啊 因為這個是什麼呢 這是排毒 很難得啊 難得啊 把這些汗啊 水啊 這個本來是屬於從下面排出來了 現在從上面排出來 全身啊 都排毒 這個也有益處啦 感謝阿拉 感謝阿拉 感謝主 感謝主耶穌基督 感謝耶和華 感謝諸佛菩薩 我們曉得十輪金剛啊 今天做十輪金剛附魔 這個十輪金剛本身來講 它就是時間的季輪 講起來的話就是時間的季輪 那麼時間的季輪啊 是可以生長一切 所有的眾生 所有的世界萬物 都是在時間的這個季輪裡面產生 然後成長 強壯到衰弱 然後到死亡 全部在時間的季輪裡面 那麼十輪金剛掌控的 是所有 無時以來所有的時光 時間都是在它的掌控範圍之內 包括了時間跟所有的空間 因為所有的空間形成啊 一樣是由十輪金剛來掌控 像我們的太陽 像我們的太陽 夜亮 九大行星 所有 宇宙所有的星塵 地水火風 全部在十輪金剛的掌控之中 我這裡要聲明一點 這個西藏密宗啊 十輪金剛法 是最後傳出來的一個金剛法 他可以講 他可以講 他綜合了五大金剛法 的法要在裡面 十輪金剛 在密教裡面啊 是四大教派 共同尊崇 共同尊崇的 這個十輪金剛 是四大教派 共同尊崇 那密教五大金剛法 應該是屬於 這個喜金剛 聖樂金剛 密集金剛 大範畫網金剛 大威德金剛 這個是西藏的五大金剛法 並沒有包含十輪金剛 十輪金剛 是五大金剛法之外 最殊勝的金剛法 在我那一本那個大樂宗的空信裡面啊 就是寫的全是喜金剛 那麼 後面呢 在後面 他有安插了 大登文化他安插了 我在第六十幾冊 六十四冊吧 六十四冊書裡面啊 的五大金剛法 那時候我的五大金剛法裡面 寫的包含了十輪金剛 還有另外還有一個金剛法 叫匯積金剛 其實那個時候啊 是我自己本身啊 用自己的念頭去寫下來五大金剛法 我那個五大金剛法 是喜金剛 聖熱金剛 那密集金剛就變成匯積金剛 大幻化網金剛就變成十輪金剛 另外呢 還有一個金剛法 就大威德金剛法 我把它寫成這五樣 其實那五大金剛法 在藏密來講 匯積金剛 不在五大金剛法之內 十輪金剛 應該在五大金剛法之外 所以真正藏密的五大金剛法 因為時間差別 我六十四冊跟這個兩百零一冊 那個時間差的很遠 那時候我認識的五大金剛法是 匯積金剛也在裡面 跟十輪金剛也在裡面 其實真正西藏的五大金剛法 是喜金剛 聖熱金剛 密集金剛 跟大放法網金剛 跟大威德金剛 所以我寫成匯積金剛 跟這個十輪金剛 是稍微有點比物 可以講說下筆的時候 有一點錯誤 下筆的時候有一點錯誤 所以那個 他雖然附在這個大樂宗的空性 我本來沒有附那一篇的 是大登文化 把舊的東西給他附上去 所以會產生一種矛盾的現象 師尊以前講西藏五大金剛法 跟現在所講的五大金剛法不一樣 那個是比物 以前的是比物 現在才是正切 所以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很多人來問 問說 匯積金剛是不是密集金剛 那是不對的 兩個不同 匯積金剛是匯積金剛 他比較屬於東密 就是日本的密宗 比較崇敬的 那麼十輪金剛 在五大金剛法裡面 我倒是認為 那個是比較沒有什麼錯誤 因為十輪金剛在西藏密宗裡面 四大教派所遵從 這樣大家了解 那時候是一個比物 要寫密集金剛 寫成匯積金剛 兩個好像聲音都很像 其實是不一樣 不一樣 這個是要說明一下 那麼洗金剛啊 是第一個 出現的金剛法 洗金剛 以後的金剛法 幾乎都有 跟洗金剛有關聯 那麼洗金剛啊 本來也是四個教派都有 像這個白教的馬爾巴尊者 他的本尊就是洗金剛 他的本尊就是洗金剛 那麼原則上講起來 最後呢變成花教 最遵從洗金剛 那花教是最遵從洗金剛的 那麼 我們今天做的附謀是十輪金剛的附謀 十輪金剛 是四大教派 通通都遵從的金剛法 因為他最後出現 那最後出現呢 他吸取的 所有五大金剛的所有的金法 都在十輪金剛法裡 那麼以前啊 很多人講這個 達賴喇嘛是四倍觀音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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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賴喇嘛是十輪金剛的化身 這個十輪金剛的力量非常的大 所以今天我們做的這個附謀 全身的油都被炸乾 一定是效果非常好的 效果 效果非常好 要忍啊 在這麼大熱天裡面做火供 要忍耐 我們是忍得過 就跳得過 忍得過 就有成就 你不能說師尊坐在那裡 這汗流夾背 內衣 這個 內衣內 內不用講 全部通通都濕掉 你突然間站起來說 暫時休息一下 這個 佛供暫時休息一下 不能這樣子 還是要做到完 不管他怎麼留 我們都是要忍耐 你忍得過 你就跳得過 忍得過 就有成就 好 十輪法 在藏密來講起來 是一個非常完美 是一個很完美的法 是一個非常完美 完美呢 就是講起來 英文是講 英文是講 nice nice puffet puffet puffet才是 nice是什麼 nice是好 非常好的 puffet是非常完美的法 完美 世界上很少有完美 我這裡講一個 不是笑話 講一個事實 有一個推銷員 一個推銷員 他專門推銷兒童百科前書 他跟一個太太推銷 他說 太太我這個兒童百科前書 哪來教你的小孩子 你的小孩子就非常的puffet 完美 兒童百科前書 剛好他的小孩子在旁邊 他的小孩子在旁邊 他說 我現在就給他實驗一下 你這個兒童有什麼問題 你提問 我就從兒童百科前書裡面 回答你的問題 這個兒童百科前書 是非常puffet 非常完美 這個小孩子就問了 問說 這個 那麼 我問你啊 這個上帝啊 開什麼牌子的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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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推銷員啊 一聽 兒童百科前書翻開來看 慘啊 慘啊 沒有這一條 他這個推銷員就 臉紅耳赤 就趕快把這個兒童百科前書搜一搜 他就走了 他不賣了 我的意思是講啊 要完美的法 十輪金剛法是很完美 是perfect的法 他包含了所有五大金剛法的精華 包括人的出生 人體裡面所有的一切的組織結構 一直到天上的天體的結構 人的身體啊 是跟宇宙啊 是一樣的 這個修行裡面啊 就是把你的人的身體 跟宇宙之間啊 互相 宇宙跟人 天人能夠合一的相應 就是十輪金剛法